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过我们的改造 它变成一个温暖的文创园区 听风拂过林间 新竹大山辈的大山北越 名列当地五大私房秘境 15年前曾经带我女儿来这边 往上来看你我 可是白天的话呢 几乎没有人会在这边斗舞 变成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一个 休息的场所 国内外来课超过60万人次 很难想象它曾是 废弃30年的山中小学校社 小学生要走路走一两个小时 来到学校 这个地方以前是三个村的中心点 最繁荣的时候 有到300多个学生 同时在这个地方上课 都市计划 所以就开始人口大量的外移 所以到了1983年 这个学校只剩八个学生 就被裁定废校 断圆残壁中 自己裁木板 漆油漆一步步改建 当街手的时候的样子 尤其斑驳垃圾堆积 它真的跟废墟没什么两样 不到130公分的袖珍身高 庄凯勇克服先天体型限制 打造出参加食农教育的企业家们 现在身处的园区 屋檐的边缘都有设这个雨水收集草 因为山里面最缺乏的就是水资源 不只重建还引进绿建筑概念 它翻转了新竹偏乡大山背 最黄金的十年岁月 全都奉献给这座山 大人也不自觉的玩起跳房子 脸上线条变得柔和 这个人文自然园区是庄凯勇 让偏远山区活化的起点 淳朴却最能映入心扉 根本没有什么地方创生这个词 一路到2019年我才知道 我做的事情可能叫地方创生 一开始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就真的只是想要把这个地方活化起来 让在地的农产品有机会被世界看见 然后有办法支付我自己的薪水 自己想办法去活下来 成为一个社会企业 台北清大研究生 原本只适应教授要求 上山学解决问题 当得知废校在找新竹人 他决定借30万 再不用当兵的两年赌一把 只是想翻转 看何容易 来到这个地方就发现 城乡差距的问题 教育落差的问题 农产失衡的问题 翻转废校在扩大影响力 让当地农民脱离产销机制剥削 有些时候我们比在地人还在地 因为你只有住在山里面 你才会知道山里面有哪些不方便 哪些时候是最漂亮的 地形陡峭 这是前往新竹内湾 司马库斯的必经之路 但鲜少有人留意 这的宝藏 阳麦不要打啊 看看这个现在的口感适合客人的口感 好 来看成熟了 我踩给你好不好 好啊 你踩来你吃吃看 很好吃 果园剥地保持重心平衡 本就不易 庄凯勇走来更是吃力 情侣走访散洛山区的干农 发现许多当地独有的创生DNA 像日夜温差大 果实甜度特别高 柑橘就有30多种 让他为农民创造出橘子更多的可能 降低耗损50% 收益更成长80% 比如说 品质比较差的就卖不出去 就 两不好天就放给他烂 有的像我的就给鸡吃 人家都认为这是驴所当然 不要就丢掉 他就耗损他拿去做鸡子寄血 给小农生天一家一笔收据 被需要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也是给他们 活下去的希望跟活力 特别制作QR Code 产销履历 食农教育要做的事接底气 像前几天那客人来 他带小朋友就在这边拍照 他觉得小孩子觉得很好玩 增加农民自信 二代愿意返乡 农产品升级 目标不仅止于维生 而是想让大山贝成为品牌 走进城市遍地开花 地方创生是那个生是什么生 是生意的生 生活的生 生态的生 还是生命的生 就是对我来说 它应该是有很多种的面向 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完整 地方创生它是一个系统 高脚杯里的东方美人香槟 是台三县额梅代表 摇烤面包来自恒山 至于擂茶手工麻糬 分别是北浦和竹冬特产 餐桌串起台三县在地食材 消弭地理空间阻碍 成为沟通触媒 不要在景观餐厅都是吃意大利面 都是吃美国牛排 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这边是吃一些在地的新竹的台湾的好东西 告诉它说这些食物背后的故事 然后这些种植的小农是谁 他们是多么认真的在照顾这些作物 从餐点开始 所以才慢慢去发展出了很多的体验活动 伴手礼展示空间 举办分明的大福能挑出籽 是整颗橘子圆形制作 老菜谱是86岁客家婆婆做的 变身橘子醋萝卜 一份下午茶就能看到橘子的五种新面貌 正希堡那边我们就是去爬山 都是去什么水蜜桃祭的时候 就是去司马库斯 我不知道台山县这个深山里面 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小学 让我们真的非常惊艳 然后人文的部分非常的深切 象征时光隧道的长廊 见证了大山贝地区的翻转 不只是废弃的学校 变成了创生的基地 就连整个横山地区 也因为这里变得缤纷多彩 大小铜锣随着鹰坡共振 仿佛在竹林中 历经高山低谷 铜锣它能够带给人心安定 而在这个空间 呼应这些自然的环境 大山北的地理位置非常特别 你发现很多的地方 东北季风很强的时候 这边一样安静一片 透过农事的体验 透过农民市集 甚至透过艺术的进驻 我们让这个柑橘 而是可以透过更深度的体验 更多面向跨领域的这样子的结合 骄傲的倔强来自成长经验 身材矮小的他喜欢棒球 却总是场边蹲 直到某天地不上场 才发现他的好球袋特别小 站上打击区就能被保送 还因此进入台湾的国家代表队 我在这个学校跟在这些 不被看好的农产品身上 好像看到了那个不服输的自己 大家眼中的缺点未必是缺点 你换个角度翻转 其实世界就可能不一样 我们矮个子 可以变成上蕾的保证 一年好景均需季 醉市局律成皇时 庄海勇喜欢饮用苏式 描写初冬成皇级律的意境 介绍大山贝 用初心和承担 让没落山城 重新染出如阳光般的温暖期望